我们要讲一下 骨架结构的学习 我的课CG班会有骨架结构体态 然后高阶班也有一个骨架结构体态 我们是把它提升为一个叫绝美角色体态 那课程是这么安排的 那要讲到课程 我要问一下一个问题 你们只要对画人物有兴趣的 大概你就绕不开他 喜欢画角色 除非你喜欢画的纯场景 那就跟你关联就不大 但是多数人都喜欢画角色 那你只要喜欢画角色的 骨架体态大概你跑都跑不掉 好那先来问一个问题 你们觉得在现在这个软体科技这么好的 这个就是这么发达这个年代 用软体里面的3D模型 是不是就可以一劳永逸的解决你们的骨架问题 这个我上课出过这个 我刚刚聊过这个问题 上课有讲过 我们现在实况聊一下这个问题 因为CSP或者很多地方不是有3D模型吗 那有那个3D在就可以啦 那我还练什么骨架是不是 套着画描就好了是不是 可以吗 那不行的原因是在哪里 为什么呢 就一个模型在那边 我就绕边边给他描一下有什么错 应该不会错吧 那不行的理由是什么 好问题1是首先看着他3D模型手可以这样 你这样调好之后他是不会痛的知道吗 这个模型本身他不会痛他不会叫 这个动作根本不可能做出来 这个动作本身就是不合理 当然这样比较夸张 这样弄比较夸张 你可能这个本来就有太多动作骨架 你如果不会画的人 你调成调出来之后 其实不合理 不合逻辑 人不会这么做 他也不是正常任何剧情题材用得到的 你不会发现的 因为你调的那个模型不会叫给你听 他不会挨 他不会因为哇这个动作我做不到 然后在那边干开叫不可能 然后给他乱掰 头角度转的不对 他你都不会察觉 假设这种动作扭坏掉了 模型他不会真的坏嘛 是不是 那我们难道不会发现吗 就以我们人类这种高智商生物 画面当中我们自己调的模型 然后骨架不合理了 你会发现吗 我跟你讲 从你开始要画图的那一刻开始 你就不可能变成旁观者了 你会变得非常的不理智 那并不是我们愿意的 而是我们本来就不具备那个能力 你本来就没有画骨架能力 所以当你调的骨架出错 你不会察觉的 那这个也是在 有同学真的实际用那个CSP的骨架 然后真的照画一遍 然后骨架是错的 然后我一样挑的出来 我能改给你看 我就是跟你讲哪里错 我绝对可以改给你看 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我们画图 你就是要对画面的掌握度是要够的 掌握度这件事情 就是你对每一个环节 你都是要了解的 那你现在用一个替代方案 这个替代方案到底是不是真的可靠可行 你是不知道的 你只是觉得这样好像很好用 你觉得很好用 跟它能不能用 它是两件事 所以很多的模型骨架 哪怕刚刚那个蝙蝠脚 我给它凹成这样 它不会痛啊 真的套那些骨架 如果你不具备真正的骨架体态能力 你一样会搞砸 一样会翻车 这个是很现实的问题 就是你能力挡是不到那 工具已经超越了 但是你没有好好 没有驾驭它的能力 那再又回到一个谬论就是 如果我们骨架体态能力真的达标了 有需要用到3D模型辅助吗 不用 所以3D模型辅助这件事情 到底能不能在绘图上真的起到作用呢 我只能说非常微妙 你骨架体态不行的 用它也不会好 因为你照着描 可能出来结果还是错的 那如果说动作比较简单一点 不要刚凹一个那么大动作 我们尽量调一些 就是很微量的动作 是不是就不会出错呢 那也不一定 因为在画骨架远近的时候 有很多细微的线条变化 你在瞄 套着骨架瞄 你不一定会察觉 你没瞄好你就错了 好 我简单举一个很小的例子给你们听 来 这边有一个简影 这简影是什么 这是一条腿 看得出来吗 出了一点肥了一点 当然它是一条腿 如果这条腿 画好看一点 这条腿如果是在3D模型里面 有可能你真的把一个骨架 你就给它凹成这样 看这里 这里呢 这里是什么 知道这里有差吗 这样是一种股价 这样是另一种股价 对吗 它是不是两条线就各自不一样了 你知道股价不行的人 在这里 是没有办法察觉这个问题的 而且在3D它有可能模型会叠在一起 你没有办法真的察觉 我现在需要这个到底是小腿往上压 还是大腿往下压 你可能完全察觉不了 类似这种小地方一大堆 再看这里 这地方 这地方有可能是脚跟往上压小腿 看我红线 像这样压 这是一种选项 代表的就是这边要出脚掌了 但是也有可能是反过去的 脚踝这边往上压回去 这边呢就要出脚背了 脚趾在这边 那这种细微变化 你股价能力不行 在这边你都看不到 太多了 知道吗 好 那就算好了 我们真的都避开所有前面的雷 你股价体态结构能力 你要是有问题 你觉得刚刚动作都摆出来了 好 蝙蝠侠 撞下腿 没事 球形关节你要装回去就好 我说掰不坏 真的坏 然后接回去就好 没有摔它就一抓就断 这是接回去就好 没关系我们不要看这条腿 假设啦你真的凹一个比较简单的动作 然后你避开所有问题 你先去想象这个蝙蝠侠 这条腿不要看 你真的把动作凹好了 然后呢盔甲你加的上去吗 还是跟我讲说软体不管哪个软体的 里面直接附赠盔甲 各种盔甲全部附赠 不可能涵盖范围那么广 而且出任何问题 假设你真的用三正一模型去凹 要改要修你会修吗 不具备画剂 你就做不到 所以核心画剂还是要去养成 那你调出来的素题 如果你不具备真正的空间远近 一片盔甲你都加不上去 这个你们想挑战尽管试试看 我认为就是大家还是要面对现实 画剂这件事情软体再怎么辅助你 你的真功夫还是要达标 还是要到一个分量 它可以让我们很多麻烦的小细节 可能可以跳过 但是很核心的能力永远绕不开 你只要你是要用人去画 你都绕不开 再来下一个跟大家再分享 我在上课也蛮常提到这件事情 这下我再提一下 如果你看到网路上 有人练这类的东西 这个不是在练股价知道吗 如果当事人说他在练股价 那你就要分辨一下他是专业绘师 还是那种会友还是有差的对 专业绘师就是在怎么样 你有工作吗 有商业案件吗 他会知道自己在干嘛 这个就比较像是火力展示 他会画的比我再清楚一点 那如果说你们是看人家一样画糊的练 然后看这个 然后说自己在练股价的 错这样没有在练股价 这样不是股价 一定要认清楚 这个在干嘛 这个在练构图设计 这个在练 这个基本上是跳过了结构 知道吗 我们看一个例子 这边 那为什么说这种东西 他可能不是在练股价 应该说他绝对不是在练股价 像我画这个只是做计划 做动作设计 那这个练不到股价 不要以为这样画能够练股价 这个完全不行 为什么 如果你看一下这样画面这样练一大堆 那随便挑一个 我先问一下这个动作 你觉得你看到的是什么 你们觉得是什么 有可能往下画下去 这个呢有点微微的低头 对不对 好 然后正式画的时候呢 有可能低头太难的画不出来 就忽然间变成平的了 人都会不小心画回舒适圈 知道吗 这个太难 这个角度不会 画的画的改的改的 插掉再修一下怎么样的 来回个几遍 你就回舒适圈了 然后就变成要低头 没有低头了 再来呢 这个动作本身 有没有看到我这边 红线圈这边有两个乳房 所以呢 它的角度是 肩膀是有一个远近的 头是完全挡肩的 但是如果对于这种结构 本身不拿手的人 然后以为这样子乱撇撇完 我知道 我在画的是一个镜头 有点那个扶角 往下看 然后他头挡着肩 然后你只是得到一个 这样很快的 你以为是个成绩 没有 其实没有 认真正式画下去 发现根本不会画头挡肩 就是头在前面 这个事情不会画 然后画的画的呢 身体脖子就跑出来了 然后两个肩膀也有出现了 然后明明这个身体是侧身 肩膀一前一后这样 然后应该要重叠着的 但是因为不是很会画 然后在反复修改当中呢 就进入一个非常非常舒适的地方 最多腿有抬而已 最多手 然后手能不能挡在胸前 可能画的画的又忽然间画不动了 就最多手放在这个位置 整个动作还是原本设计的那样 你们觉得这个草稿 跟后面进阶画下去 它有一样吗 那已经两件事了 那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大的差异 你的脑中想的非常美好 那为什么画出来不只是骨感 你连骨架都错 为什么 因为你不会真正画结构 结构能力就是有问题 远近重叠 结构底全部不会的情况下 画完A你就满意了 然后你就在练骨架了 实际上真的要你进入画清楚的阶段 就会翻大车 那就会连丸追撞 那所以呢 要练骨架 对了 顺带一提 这张画完的样子是 这是练线稿 这张画完的样子是 这样的 这样的 镜头是由上往下拍 然后肩膀是有远近的 那这种骨架结构能力 你是要练习的 所以看到人家画一大堆这种速写的体态 不要以为真的这个在练骨架 这个没有练骨架 这个只是在练设计跟创意 画面的设计跟创意的 这一点请记得 然后这个要怎么开始 这个呢 我要给大家推荐到一个 我以前讲座有的资料 可能有人有看过一两次吧 这个是你们认为在练骨架结构 那这种结构体很常见 哇这个就是有内有外 什么角度关节全部有 就像一个球形关节这样 那一开始该练这个吗 一开始就要练这个吗 对没有错 这样能够练骨架 没错 这样才能够真正确实的练骨架 因为每一块关节远近切线 全部画出来 你才能够一次一次的反复 去体现骨架的远近感 肢体怎么重叠 空间怎么摆 你才会知道这才是真的在练功 所以这是两件事 这个在练的只是最多构图跟想法而已 你真正要能够练骨架 就是要老老实实的画结构体 像这样结构体 每个关节不厌其反的反复一再的练 一再的切 一直切 一直切 切到你的空间真的跑出来 切到你的大脑的3D显卡变得很强 那你要配上什么样的盔甲结构什么的 你才能够画得比较好 所以很多人那个立体结构画不好 其实回头你是结构画不好 那一开始我们要画骨架 就要画这种吗 当然不是 一开始你看网络上要是有会诗 如果说看我哪天我展示这个 那也是火力展示而已 一开始要更不厌其烦的要画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知道吗 哇这个这么这么丑怪这种 我们能不能画那种就是精美漂亮的 一定要一定要练这么奇怪的吗 练这种火柴盒吗 练这种方块吗 一定要要画个几次 理由很简单就是 他会逼迫你理解身体的远近厚度 他当然没有这种已经有点肌肉象征的 这种结构体看起来来得漂亮 我当然知道啊 我怎么不知道呢 可是有些人在画这个 他就是直接身体就直接扁掉 光看这些切线的转折位置 这地方有没有明确的转 很多人在这边就是直接平掉 平掉厚度就不会出现 那画的画的就都平的 又回到舒适圈又没有远近了 这个是会发生的问题 所以要怎么样让你们的远近感 就是有一定程度的被逼起来呢 前期一定要画方块 方块是你跑都跑不掉的 远近一定很清晰很明显的 那这个要画个几次 然后反复提醒自己远近远近远近 在这种政策的转折处 有没有转 有没有转要反复一直自我强调 那真的受不了了 可以来画一些这种结构体 进阶的结构体 可以的 但是前面你要说完全跳过这种方块理解 我觉得是不妥当的 这种就是网路上在学习 有分成那种就任劳任怨 刻苦行的 会愿意试试看 愿意让自己的理解再多宽一点 那也有一种类型是好高远行 就是这种太简单了 我小时候怎么样身边也只有我一个画的好 我一路画到大 我只是欠缺了专业技巧 这个太简单了 我不练 我会跳过来练这个 那就看着怎么翻吧 所以有很多人股价真的体态画不好 原因在哪边 因为你没有真的理解远近 所以我会推荐一定要从这个做起 然后扎扎实实的把底子打好 然后就可以进入到这个阶段 然后就可以进入到 看你想画线稿画财稿的阶段 了解吗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 那我的学习路线是这样 先看两个上课一定有人看过的教材 这教材呢 当然你会看到我有这个 有这个 这个是上课才会说明的 有看到这个动作本身吗 就这个对照 这是一个站姿 那这也是一个站姿 它有差吧 如果是在CG版的范围 是这个稳稳的画出来 加上造型 然后能够变成一个商业专业绘师 这样就可以 然后如果你要进阶的提升 假设我们那个造型部分 我想要先搁着 我就想画S8 然后我想要让体态 这个技能点点到底 那我们就要进入到这个阶段 好 这个看似很简单 你待会看个例子就知道 然后这边还有另外的例子 来这是一个什么剧情提的 我忘记了 端着蛋糕跪着前进的女仆 好像是这个吧 在CG版你要会这个 应该够用了吧 然后呢 如果你在前进 到了那个精品主题班 高阶班的话 你要会这个 认真的 再来 要会这个 那这样有没有差 有差吧 你不能不会这些 你就要跳这个 那是做不到的 不信试看 看股价会挑出多少问题 所以要一步一步来 这样就懂了嘛 是不是 然后这边有一个上课 那时候给大家的 好像上梯次吧 练习的 这个例子非常简单 非常好懂 好懂到一个不行 你们都看到答案了 是不是 来 当时是这样 上课我是这么教的 来这个图很久了 画的应该是 Tony大神 R18的那个日系的那个画 很多R18游戏的大神 已经看到答案了 当然我实际上 要让你们知道一下 很多人画完是长这样 就是尽全力画完的角色 动作就是这样而已 那这样够不够 以画面的特征描述 他就是一个站姿 对吗 好 CG版我也只会要求你到这边 重点当然是 正确股价替代后 盔甲造型什么的都要出来 那这样你的那个商业 商业会师的标准 你就能达到 那体态上你能够增强多少 那就看你自己时间有多少 那如果说要知道那个 主题班的差异 那我就是要给你这个 所谓的一个精灵拿着弓箭的站姿 就会被我要求到这个程度 当然我要求在后面追打 你们要练 你不练的话 你可能还在这里 对不对 当然我们先撇开这个本 还有他的专业度在 你要做到这样子 要提升上来 要到这样子 这样子才殆尽 对吧 这个就是有关体态的进阶 那请问一下你们的体态在哪个档次呢 是在这里 画完就已经累的不行了 这样还是已经到这里了 那你思考一下 那类似这样的例子还有吗 有啊 来 这是一个拿刀的男人 对不对 那你们有多少人股价还在这是不是 好那如果还在这没关系 好那接下去 你要有办法让他 直接飘飞起来 像这样 这是同一个动作描述哦 我们都说一个男人拿着刀 然后背在后面这样 用讲的很简单嘛 那具体想 10个人有10个想法 对不对 那有可能你想出来就只有这样 能不能提升到这样 那就这个会师档事就有差了 对不对 再看一个例子 算了 这个例子不要看了 这是教材 我们就不看后面的例子 这主要是基于很多同学问到我一个问题 那C1跟那个金融班的差异在哪边 如果就股价体态来说是有这个差别 能了解吧 好那如果以那个今天你想做一个非常简单的吸收分享的话 分辨清楚一件事 第一件事情 一个重点 这个没有在练股价 不要误以为这样在练股价 也千万不要有人这样画画画 你就觉得股价很厉害 你只要任何一个挑出来正式画一下 画清楚一点 立刻就回到舒适圈 那代表你股价结构能力是不够的 那所以呢 要老老实实回到这边 那这边的话你可以做很多 参考照片命题 或者人家互相出题目 互相互相那个彼此监督 互相给作业的方式去得到命题 然后呢 透过空间结构 这些很像形状组合的方式把空间感画出来 所以有些时候你们的那个造型的远近画不出来 很有可能根源还是在结构体画不出来 那这个也不要一开始你就这样画 这个呢是比较比较 视觉上比较唬人 实际上一开始就是要老实练这个 练这种东西 那这个也不用练很久了 就是大概远近感概念 有建立起来的 大概画个几个就可以了 然后到这边大概就 会自己 就是自己就会提醒自己远近感这件事情 因为有些人画图的时候 一些逻辑没建立好 远近这件事情会太以为自己hold的住 实际上自己根本hold不住 自己画画看 试试看 好 那除了构图部分 结构啊这种核心 技术部分 现在跟大家看两张图 这两张图我官网有一张 好 另一张还没放 来 两张看一下 为了这个体态 演示 准备了两张PSD 在上课的时候 同学们呢 会拿到这个档案 档案呢有步骤 来 这是两张图 那你们在官网上呢 看到的应该是白色这张 我拿这个来当主图 黑色这张应该也有人有 有看过 黑色这张也是前两天才弄完 好 那黑色这张是周试练习的一个主题 当时我状况不好 出题目出了之后 我好像画的画的就画到 我就觉得不对 我当时的构图是这样打 然后好像是那时候好像练了两次吧 两个周试对不对 笔稿 然后呢 画的就长这样了 我画到这样 我会觉得不好看 这是为什么 像我们这样画经验算多的都会翻 就是前面太仓促 都不知道自己真正具体想要什么 那就快速想要出彩稿 因为可能周试的练功的那个步调比较快 才一个半小时嘛 那 所以就会超之过急 这边呢我自我提醒也提醒大家一下 前期阶段 就先想清楚自己要到底要干嘛 我这就在上色之后 我觉得这个不好看 到这边呢 我就觉得真的彻底的不好看 然后也改不过来 那 我是重画 我的重画呢 倒没有整张重画 我直接把脸改掉 那我觉得这个就 不优 所以呢 我在后面的阶段是这样调 那这样调法 其实能够保留的内容就非常少了 最少整颗头就不要了 头就说不要就不要 我重画都可以 然后腿也有改过 调成这样 我觉得我这张图我才比较 喜欢一些些 再来呢 这是打 一样也是高阶段的一个内容 打光影 这打一个顶光 这是一个叫黑夜天使的主题 然后右边是白昼天使 我命题就这么的简单粗暴 然后上面呢 是放恶魔雕像 然后呢 这个就是加华丽造型 刻画能力要像这样 这样就是在那个原本大概三层的基础上 再画到六七层吧 然后我现在也会努力让自己颜色不要那么浓 就是再稍微清透一点 这就是一个学习 然后这个呢是环境的氛围 这个我们快速的两个看 上课会再看多一点 然后右边这个原本我有一次在 dc里面我也有画一下 然后右边这个动作一开始 我就是发想的比较比较完整 所以前期再画我就觉得这个动作可以 然后我有一阵子跟大家讲过我画图 喜欢画一套 然后就这样黑的有黑的有响了 然后那时候没画好 那我就先跳画白的 这是打光影 跟左边那张的步骤有点不太一样 因为左边那张步骤有过经过一个大改 所以是光影后我才大改的 那右边这张比较稳定 所以那个动作确定 然后呢造型大方向也确定 我才开始打光影 所以在这种60%的完成度上打光影 我觉得是最理想的 然后接下来就是刻画 然后胸跟那个头 我就这样来回调的有一点久 然后背景的话呢也试了一下子 背景原本觉得应该很轻松的 我本来想说我就不画那种透视线 我就是凭直觉硬钢翻车了 所以还是乖乖的拉了透视线 然后拉完了再好好的画好 然后整个建筑结构角度也都有换 就是不要太超之过急 你该练的就是要练 然后不要想着要一步登天 我觉得我们画到现在也都是这个结论 对不对 然后这个就是细化 那我有努力的在把课程的精神展示出来 上面的肉 该要有的肉 肉感 频道快不行了 赶快过去 该要有的肉感 Q弹 我们要学习 然后再来完成它 然后我就画了一套图 这用来展示我们的那个 精品版的主题 有一个大主题就是那个 进阶版的角色体态 所以如果同学们你们 你们的目标 你想要当个专业会计师 你可以选择CG版 然后如果你想要在 你有有点实力的 然后你想要在股价体态 还有那个体态上色上的你再精进下去 那你可以选择我的那个精品主题班 这一次的主题呢 这个体态 我们是有有很多内容强化 你们要是不只上我一次课 你们上过几次课 你们也知道我每次内容我都会去优化 对不对 那这优化就是都是 我学了新的东西 我就把它加入课程里面 所以我并不会一个东西就是10年前 10年后一个样 对不对 好 CG版是基础班吗 不是这么说 CG版是有基础班的内容 大概前四分之一 如果你们就觉得听得很轻松 那只有一二三堂课 你们顶多 我就到第二堂课就开始吃力了 然后大概中段开始 就是专业会师的内容了 然后到后面我们场景跟海报 对不对 所以他算是一个从无到有的课程 没有错 那压力会变大 就是你上上起来你会觉得轻松 那是第一堂课 第一堂课很轻松 就哄着你们前进 来来 跟着我一起踩出你的第一步 这样 第二堂课开始结构体之后 就开始硬了 然后第三堂课 那个开始到头像 对不对 头像的部分 头像是第三堂课 也是比较轻松的 到第四堂 我目前我经过这样子9年 CG版的状态都是这样 第四堂课同学哀叫 然后 其实你们反应我都会注意的 我也会想说你们是真的在哀 那有那种在在那种就是跟着你们一起挨的那画画得很好 那个就是在假挨这样子 大概第四堂课资讯量就开始就是开始爆棚 但是我会祝你们状况 所以你们看我上课画的完成度我会把它画完整 但是华丽度就不一定要看你们的当时的需要回答的问题各方面的 反正我尽量会在课的内把你们该具备之交好 听过就是修行 所以我们有练风堂文化 所以你们有经验吗 CG版然后有人跟着挨 第四堂第五堂头像上色 然后讲很多内容 然后内容开始超窄 有人是真的挨 怎么这个脑子要烧坏了还是怎么样的 那有人也跟着你挨 你不要信了 你不要相信他们真的跟着挨 那跟那个小时候考试前都没有书都没有读完蛋了 我这次今天考很差 回家被扒笔被打了之类的 他考试得最好 所以我就欠奏 那每次都有这样的人 然后现在就是学习阶段 如果我们遇到同学I 我会怎么样 其实我会很谨慎 然后我尽量让你们在受得了的前提下 大家一起前进 好 Go Go